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都非常熟悉了 我们都知道自行车出行健康 环保 但现在这个共享班车越来越多 我平时短途出行都是会选择共享班车 既锻炼了身体 还不堵车 非常的方便 不过要是路程比较长呢 可就不能骑自行车了 因为自行车如果骑的时间太长了 腰也酸 肩膀 胳膊都会累 所以今天我就给大家带来了一个特别有创意的自行车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它竟然是躺着去的 究竟是一项怎样的发明呢 我们赶紧随着记者的镜头去看一看 在车水马龙川流不息的大街上 有一种简单便捷的交通工具随处可见 那就是自行车 在不太久远的过去 中国曾经是自行车的王国 而今天大多数人仍然青睐 这种极够简单的交通工具 而简单的自行车 到了爱好极限运动的年轻人身下 就变得魔力无限 然而这种出行方式 因为使用者长时间趴扶的骑行姿势 也会给人带来腰腿酸痛 于是有人将变革的主意 打到了自行车身上 发明人丁振辉 屈建凡 发明项目微躺式自行车 你知道我搞自行车搞多少年了吗你 你搞多少年我都不管 但是这个产品没有达到 我想要的那些感觉 觉得相对是不满意 这是不行的 必须要用米粮 像这样吵架不欢而散的场面 一直伴随着这个团队的发明过程 有的时候也想控制 但是有时候就是到那个点了之后 就着急就是着急的这个事情赶紧解决 所以有时候就是稍微激动了一点 吵架亏吵架 我们也是经常在家庭面放在这儿 但都是为了打造一款更好的车 再这么吵 说实话老曲他离不开我 我哪也离不开他 丁振辉迷恋自行车运动多年 在一次自发的骑行活动上 结识了大自己很多岁的曲建凡 两人是同道中人一拍即合 在私下交流中 两人都发现了传统骑行姿势的弊端 那就是长期趴扶在龙头上的姿势 容易造成劳累 危害健康 想要挑战司空见惯的骑车方式 看似很难 丁振辉却在生活细节中 找到了改变的契机 平时喜爱健身的老区发现 健身房的动感单车 结构更加简单 车把靠后 身后还带有靠垫 人骑车的时候身体直立 重心靠后 长时间锻炼 腰背压力不大 能不能根据这个思路 把传统自行车骑行的重心 也往后挪呢 有了这个想法 老区可是睡不着了 灵感的虎花驱使他 立即将脑子里 天马行空的想法画出来 刚开始的设计图 可谓奇形怪状 五花八门 老区是文科出身 做的也是编辑工作 他于机械方面并不擅长 无奈之下 他叫来科班出身的好友老丁 一起探讨 老师你好 这是我呀 用新设计一个新车型 反正我现在看 这个东西还比较粗糙 比较粗糙 我也感觉呢 就是整个车都好像特别高 主要的想法就是 能不能增加一个靠背 让人感觉可能更舒服一点 组装完第一辆自行车 就是改造以后的 这个自行车以后 立刻就感觉很不一样 就是全新的一种感觉 研究了两年多 一款成熟的 躺着骑的自行车出来了 要说自行车呀 相信大家都会骑 可老丁他们坐的 带靠背的自行车 谁都没见过 街坊邻居们会喜欢吗 前后泥板也不给 这在那里没有泥板 这有泥板的话 可以挡一点 尤其你这链子这么长 你看你这个 到这位置上 它就开始蹭哭了 这不是蹭的 这嘴是蹭的 大轮带小轮 这小轮也得 起码得多转好几圈 情况不妙 骑了一辈子自行车的大叔 一上来就挑了好多毛病 那接下来的士奇 能让他找到舒适感吗 不管侧身呢 它就拐弯半斤更得大 车身长 骑着这近道的话 你车多的话 你还是别扭 它这个转弯半径 有点大 不太像我们一般的车 那么灵活 你现在的设计不会 你试试吗 不是不是 太单票了 试试啊 新型自行车乏人问津 好不容易 有位大妈愿意试试 那这位大妈 能否给出肯定的评价 让老丁和老区 挽回一些受伤的自尊呢 你先蹬上去 谢谢啊 一脚蹬上去 对啊 一脚蹬上去可以可以 没事一脚蹬上去再靠上背 好了 你这妈这么活呀 还是愿意气我那个 太火发飘 不好气 这上货不累死谁这个 这得来一头暖的 救不着了 真的不行这个 你这就试一下了好吧 好 行吗 我都不认试 真的你帮我们多提的意见 行行行行 我赶快给你试试 遭受众多的负面评价 新型自行车出事未竭 还能否在这位大哥身上 赢得转机呢 没事 怎么搞的你 真的 真的很抱歉 你这车不行不行 你这什么玩意 没时间没时间 不好意思 付出了将近两年的光阴和汗水 换来的却是彻头彻尾的失败 在最灰暗的日子里 老区和丁振辉都有所动摇 难道他们研究的 威唐式自行车没有价值吗 痛定思痛 老区觉得 他坐的自行车 在舒适健康方面 是传统自行车不能比的 反正现在问题比较多 最重要的就是在这个车把上 这个车把是一个车的前辆 对 一人第一眼看这个车把 对 然后就是按坐 说实话要改的东西太多了 直接和前叉车轮直接来控制 前轮刚刚说了太小了 从安全性的考虑 所以我们觉得这个可能需要加大 发明人丁振辉 曲建凡 发明的这种微躺式自行车 有两个脚踏板通过链条 驱动前轮和后轮转动 中轴设置在前轮和后轮之间 座椅支架位于中轴上方 与中轴的连线与地面的角度 处于20至60度之间的任意角度 通过这种比例和角度限制 可使骑行者在处于半躺的状态时 仍可以保持舒展的骑行姿势 和稳定的重心 从而舒适安全地 驱动躺式自行车前进 改进后的微躺式自行车 被迫不及待地推出来测试 这一亮相就吸引了不少路人的眼球 新型自行车引来人们的好奇 大姐成了第一个长鲜的人 这次自行车在转向稳定性上 下了很大的功夫 车身也更加简洁小巧 这样是不是能够更快地 帮助人们掌握自行车呢 就那种自行车 你得真是靠腿的那一根 这个好像我觉得很轻松 说我说我说我说 来 大哥 我给您调一下 您的个子比较高 我给您调 往后调一调 这个车座 行了 您再试试啊 好吧 有你 这个呢 只要那么低电速 感觉比轻松又上得多了 新型自行车爬坡省力 骑行舒适 擄获了众人的芳心 老丁和老驱很是高兴 决定到一个更严苛的环境下 测试自行车的爬坡能力 微躺式自行车表现不俗 就连普通车的主人 也看着眼热 自告奋勇 想要试骑 这让老丁和老驱 感到一丝自豪 除了有点不太习惯以外 其实比我那好多了 微躺式自行车的性能 得到了在场众人的肯定 顿时成为新宠 大家纷纷试骑 新型自行车 能在坡度较陡的 崎岖的鹅卵石小路上 自如行驶 说明老丁和老驱 发明的这款自行车 虽然将骑车人重心靠后 可是没有影响 车子的爬坡能力 这也让两人心里松了口气 小事成功 两位发明人还沉浸在喜悦中 记者就抛出一个难题 看这些五大三粗的汉子 人人头顶一个碗 难道是要跳顶碗舞吗 这跟我们下面要测试的项目 又有什么关系呢 这是一项严格的绕装测试 兼具紧比车身长出几尺 很容易碰到庄子 不仅考验自行车 自身的灵活稳定性能 更要考验骑车人的 技术和心理素质 非高手不能违野 而我们的老丁 骑车技术 仅仅算是业余选手 今天对上身经百战的冯队长 高下知识立宪 接下来就是考验老丁和老区 面对新一代自行车稳定性的改进 是否卓有成效的时候了 第一局占平 双方再比 冯队长技术前熟 但是比赛压力依旧不小 这边新一代微堂自行车 老丁和老区没少下功夫 车子主架改成了 更稳定的三角形结构 车把和前叉连接处 用螺丝连接 车把重心也往前移了 握把更舒适 转向更稳定 这一切改进能否奠定 今天的胜利呢 比赛的最后关头 冯队长撞掉了一个碗 紧张激烈的角逐 老丁和老区好不容易扳下一局 可是考验就到此结束了吗 当然不 我们的记者告诉您 一辆优秀的自行车 是怎样练成的 准备 一 二 三 加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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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停 不要动 一米八 您这过了还怎么凉 两米四 这啥车 几乎当时就停住了 结果证明发命人队的新型自行车 动静皆宜 动则稳定灵活 爬坡转弯毫不含糊 静则戛然而止 急速骤停毫不迟疑 接连测试的胜利 给了老区和老丁极大的鼓励 他们决定向专业车队 发起终极挑战 二十六 闭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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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十万 努力 加油 勇士们准备好了吗 好 预备 开始 加油 加油 我们可以看到 比赛的场地 是非常专业的自行车拉力赛场地 双方队员气势都非常高涨 第一棒是发明人队先冲出去 气势不错 但是不知道能不能支持到最后接棒 今天的风也不小 比赛的时候可能会给队员们 造成不小的负担 我们看到 双方已经进入到第二棒的交接 发明人老丁可是拼尽了全力 看来求胜心切呀 可以看到 双方一直咬得很紧 彼此距离还没有超过一个车身 专业对这边的大姐也是全神贯注 并没有因为是对战业余对手 而轻敌 在场外 大家轻松地进行着经验的交流 赛场内 选手们可是精神紧张 不敢放松一丝一毫 我们可以看到 现在领先的是发明人队 但是专业队伍那边 大哥紧追不舍 一直试图赶超 就看下面能不能逮住机会 好 赶超了 下半段双方是交替领先 比赛争夺的相当激烈 比赛就是这么残酷 一分一秒都没能耽误 尤其是接力赛 我们可以看到 这一棒几乎是同时出发 但是这次 双方派出的阵容很有意思 发明队一个年轻小伙子 对战一位经验丰富的大姐 这一轮体力上经验上 还很难判断谁输谁赢 比赛到这里还是专业车队领先 一般来讲 自行车赛事对车子的性能要求很高 公路赛用的自行车 一般都是车身轻 车速快 而发明队采用的自行车 是自己研制的 在速度与重量方面 并不比竞赛自行车大 那么就看他 这种微堂式的骑行方式 能不能给比赛带来转机了 比赛进行到最后一棒了 可以说这时候双方的压力都落到了这两位队员的身上 一般比赛策略都是安排心理素质最好 实力最强的选手 骑最后一棒 本轮比赛的决胜时刻 到来了 我们顾安山啊队 第一局胜 出 我觉得这次比赛啊 这个有点不太公平 为什么呢 轻体素质不一样 对 我承认 耐力也不一样 我承认我们每天都在锻炼 所以说呢 我建议我们两个队都骑你们这个车 我们来一次 行 那我们用战 好 故事到这里非常意外 顾安车队发挥了真正的运动精神 愿意换车再战 而老丁他们也将新式自行车经验 倾囊相授 用行动证明 勇意第一 比赛第二 预备 开场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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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为专业运动员 一辆自己熟悉的战车 对选手来说十分重要 应该说 顾安自行车队这一轮比赛 还是有些冒险的 但是这种体育精神值得鼓励 这一次 大家的装备在同一起跑线上 比赛结果是否有出人意料的反转呢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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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赛还在紧张进行 我们可以看到 专业队队员们 在跑了一圈之后 都对微堂式自行车驾轻就熟了 只要习惯了重心向后的这种骑行姿势 其他的就很好掌握 而老区和老丁对自行车 灯榻角度的调整 对车把结构和重心的改变 也使得自行车更好上手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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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速度真是 速度没低三是吗 对 真是太棒了 这些专业人士 头一次接触 这种新奇的汽车方式 童心未敏的大孩子们 还没玩够 大家瞄上了旁边的越野赛道 希望能在野地里 体验一下新型自行车 老丁身先士卒 第一个冲了出去 新一代自行车几经考验 证明性能优良 而老丁还是想 在越野赛道上 检验一下他们坐的自行车 新改进的三角形结构主架 结构是否结实 性能是否稳定 一群人爬坡越丈 玩得非常尽兴 山地自行车宽胎直板 有前后的减震 骑行较舒适 而老丁和老区发明的 因其躺视骑车方式 也在野外骑行中 保证了舒适度 自行车这个舒适 轻松啊 是我一生追求的一个目标 今天看到这个测试之后 大家认为这车实现轻松的 这样说明这个目标是达到了 我也很高兴 微躺视自行车 这样的骑行姿势 是既省劲又舒服 这样一来 我再也不用担心 骑车路途遥远 腰酸被疼了 真是一个有创意的发明项目 接下来 我们的这个发明项目 也可以把我们 从繁重的劳动当中 解放出来 究竟是怎样的一个发明项目 可以帮助我们一起 来解决这个难题呢 我们接着往下看 家企快砖在建筑中被广泛应用 然而这种建筑材料的搬运 成为了工人们 费时费力的大麻烦 有没有什么办法 能够帮助工人师傅 解放双手呢 发明人 商庆生 发明项目 自动装卸车 发明人 商庆生 出生于山东省德州市的夏金县 上学期间学习成绩名列前茅 但是由于家庭条件 无法继续支撑学费 在高中阶段不得已选择退学 之后做了汽车维修的工作 几年前看到在修建厂房的过程中 工人装卸砖块特别辛苦 于是萌生了 发明一辆可以装卸的运输车的想法 经过三年的时间 商庆生最终研究出了一台 可以自动装卸砖块的运输车 发明人 商庆生 发明的第一代装卸运输车 是由遥控器操作液压系统 让车厢整体翻转90度 将铁叉伸入砖块底部 利用加强梁 将砖块和车厢固定在一起 通过液压系统 将车厢整体翻到运输车上 完成装料工作 我们眼前的这台自动装卸运输车 能像商师傅所说的 可以轻松地将砖块 整体地移动到车厢内吗 经过商师傅的操作 我们看到装卸车的车厢 已经完全离开了车体 整体翻转90度 移动到了砖块旁 装卸车的车厢 缓缓向加弃块移动 很快六吨的加弃块 就完全被车厢包裹 当一切准备就绪 商师傅按下了启动按钮 没想到装卸车刚一启动 就出现了问题 商师傅决定加大油门 再试一次 眼看装卸车 将加弃块抬了起来 却又一次停在半空 就在这时 意外发生了 应该是受力太大了吧 应该是 装卸车也要开了 应该是就是加弃块太重了 通过这次试验 商师傅意识到 自己的装卸车 存在着非常严重的射击问题 于是他开始研究改进 经过了三个月的改进 一台自动装卸运输车诞生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侠服务 そ别人 都会用纷售 来一年 提示 独装 这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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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已经做好了 你什么意思 我的意思就是说 你这装好了是吧 装好了 一会儿你马上回来 咱们就是进行一次那个比赛 用我的车和你的比赛 看看哪一个速度比较快 行行行 表明了来意 师傅们也同意了商师傅的请求 商师傅开始为比赛做准备 这时来了不少的围观群众 从他们的表情中不难看出 他们对这台装卸车 充满了好奇 随着记者的一声令下 人工队的师傅们一个箭步跳上了卡车 开始了他们的搬砖工作 由于都是经验丰富的老师傅 搬砖工具在他们手中运用自如 加上四个人同时工作 各个充满干劲 效率提高了不少 而此时商师傅才开始发动机器 由于装卸车启动前的准备工作 相对复杂 因此这一开始 商师傅的装卸车 就被人工队抢先了不少 此时运输车的车厢 还在缓缓向地面移动 而人工队的师傅们 一鼓作气动作越来越娴熟 已经装了不少的砖块 就在人工队干的热火朝天时 商师傅运输车的进展 却没那么顺利 似乎出现了故障 没油了 商师傅迅速将买来的油 夹到了机器里 这一次意外耽误的时间 一下子拉大了和人工队的差距 机器再次被发动 但是结果似乎还是不尽人意 意外再一次发生了 不知怎么了 商师傅的装卸车 接二连三地出问题 而人工队已经将砖块 装载到卡车上 这让商师傅看在眼里 急在心里 此时人工队的师傅们 已经开始卸车了 而商师傅还没有修好装卸车 两边的差距越来越大 装卸车还有机会追上来吗 人工师傅们越干越来劲 砖块在他们手中 看起来就像轻如鹅毛一般 眼看胜利在望了 人工师傅们更是快马加鞭 准备赢取桂冠 加加油以后还要比 今天我们赢的 感觉我们赢的也不光彩 因为你的机器坏了 下次机器收好了 我们一起再进一比赛 第一是特殊球 但是这个机子有不少的弊段 现在通过这一给你比赛 我也感觉到必须要改进 甚至改进的地方还有很多 通过这次试验 商师傅意识到 自己的装卸车 存在着非常严重的设计问题 于是他开始研究改进 输掉了比赛的商师傅 没有立刻离开比赛场地 而是在回想比赛过程中 出现的问题 究竟是什么原因 导致了这么严重的问题 如何才能够解决呢 带着这些问题 商师傅开始了 新一代运输装卸车的研发 经过了半年的研究 新一代自动装卸运输车问世 发明人商庆生 发明的新一代自动装卸运输车 在原有的基础上进行了改进 将加强梁改为自动翻转结构 去掉了铁叉部分 由横向加强梁 把砖块抱紧 并收回到车厢内部 最后通过回位油缸 把带有砖块的车厢 移动到运输车上 效率也得到了大幅度的提高 商师傅驾驶运输车 移动到砖块旁 准备展示一下 自己新研发的机器 这一次机器和上一代 比起来变化很大 看上去更加机械化 新改进的加强梁 在商师傅的控制下 轻松地移动到砖块的底部 看起来操作步骤 简单了不少 很快 砖块被移动到运输车上 商师傅不慌不忙地 操控着手中的遥控器 轮胎落地 装货工作顺利完成 这一次的效果 按起来还不错 接下来又是卸下加气块的任务 随着装卸车的运砖器 车厢缓缓地向地面移动 随后慢慢离开砖块 就这样 卸车工作也顺利完成了 当天 商师傅和记者 开着自动装卸运输车 一同来到了专场 自动装卸车的运输车 工程 中间还有公司 车历 车历 装卸车的运输车 卸车的运输车 王大叔 王大叔 你怎么又来了这个 这不是我又做了一个新的 怎么样 再进行比试一次 别比了 上次那个就没装好 又耽搁时间 耽搁我们的工作 我们都很忙 还得挣钱呢 改好了 这次绝对没问题了 就是個個部件都比較鮮膩了 就是很好用 還有加大了 這個如果裝不上去怎麼辦呢 假如說要是這次再不行的話 你讓我幹什麼 我幹什麼 我在這兒就給你搬磚了 就這些磚你自己一個人搬上去 肯定的 你要是不行的話 我在這兒給你搬磚 行 那就這麼好聽了 在這兒比一旁 好的 那就謝謝 給我這次機會 好的 經過商師傅的勸說 搬磚師傅勉強同意了 商師傅的請求 雙方開始了各自的準備工作 你現在的科技的方法 你起車就比這個走 比馬一馬車快要快 你這一個機器 在這兒就有八個小伙子 我感覺他們這些工人 那個軍廠搬這些東西了 應該是挺得心應手的 它這個機器我沒有見過 我不知道它那個 你到底那個裝卸起來是怎麼樣 絕對沒問題啊 百分百勝過你們 我們不服 隨著記者的一聲兩下 比賽正式開始 這一次 商師傅的裝卸運輸車 似乎沒有了上一次 繁瑣的準備工作 通過手中的遙控器 非常順利地將車廂移動到了地面 車廂緩緩地向磚塊移動 很快就把磚塊 裝進了車廂內 人工隊的師傅們也不甘示弱 拿出二百分的力氣 搬運著手中的磚塊 俗話說 人多力量大 八位經驗豐富的老師傅 絲毫沒有把商師傅的裝卸車 放在眼裡 不一會兒就裝完了半車的夾氣塊 搬磚工作進行的熱火朝天 圍觀的群眾也紛紛湊到跟前 他們的想法 似乎也有些動搖了 我這件事我開始管著 你希望稍微改變一點 這件事都挺快的 這時 商師傅的裝卸車 已經將磚塊裝載到車體上 開始進行歸位工作 看來 第一車 已經裝完了 商師傅迅速地將車開到指定的卸車點 準備開始卸車的工作 而此時 人工隊的師傅們 也早已經裝完了第一車 並將車開到了指定的卸車地點 目前來看 雙方的速度不相上下 實力旗鼓相當 那麼究竟誰能夠更快地完成任務呢 怪不得圍觀群眾有些動搖 照這情況來看 還真難判斷最終究竟誰輸誰贏 人工師傅們吃出渾身卸術搬運著磚塊 每一位都幹勁十足 看這架勢勢在必得 很快就完成了第一車 磚塊的運輸 而商師傅也不甘示弱 化壓力為動力 看樣子是拼盡全力要贏得這次比賽 終於 商師傅的運輸車也將第一車磚塊 運輸完成 很快 商師傅將車開到了裝貨點 準備進行第二車的裝貨工作 此時 人工隊這邊已經開始了第二車的裝貨任務 雖然人工隊相對領先了機器 但雙方的程度 庭師傅 又失去 還沒 撞了 承騰 全員 小 你 感谢观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解放了双手 省时又省力 接下来我们说一个轻松的话题了 这周末我去逛街 看到了一种叫做玻璃冰晶画的艺术瓶 非常的漂亮 了解之后才知道 这个画是贴合在玻璃上的 而且这一个步骤是非常细致的 必须要无缝贴合 所以这道工序通常是手工来完成的 但是效率相对就比较低了 而下面的这个发明项目 就是和玻璃冰晶画有着密切关系 我们赶紧去看一看 它是现代影像艺术 与传统玻璃艺术的完美结合 它是规律热烈的色彩 与光滑剔透玻璃的合璧 这些就是艺术玻璃 一块普通的玻璃 融合艺术家的巧思 利用美工技术 将流动的线条与变化的光影镶嵌起来 装点城市生活的美一面 在这些品类繁多的艺术玻璃中 有一种是我们生活中最常见的玻璃冰晶画 它以玻璃为载体 将图片或影像进行全透高清的艺术处理 贴合在玻璃的一侧 制作出晶莹剔透流光溢彩的完美工艺品 即观赏性装饰性于一体 而且应用范围极广 大道玻璃壁画 玻璃门 小道按头摆件 都可见玻璃冰晶画的身影 那这些青雅又不失灵动的艺术品 是怎么加工出来的呢 制作冰晶画 胶水要尽量涂匀 传统制画工艺里面 最重要的一环 就是将胶水和玻璃之间的空气挤出去 让像纸张和玻璃无缝贴合 反复刮涂的工作 也是最累人的工序 发明人 郑兴李 发明项目 新型冰晶画制作设备 老郑年轻的时候当过兵 朋友都说他吃苦耐劳 复员以后在家乡供销社工作 在他们家乡合则曹县 这是一份挺让人羡慕的工作 可是一次在朋友家里做客 却打破了他安逸平稳的生活 年近五十的他 踏上了充满冒险的发明之路 原来老郑一不小心将朋友家里一块 价值不菲艺术玻璃打碎 这让他既尴尬愧疚 又灵光一闪 觉得摸着了致富法门 从此老郑与玻璃冰晶画结缘 甚至自己动手做专用的机器 当时研究这个机器 我可是费了很大的劲 我研究这个机器 当时事面上从未有过 完全靠自己想象发挥 总之是反反复复复的实验 因为当过兵 老郑身上有一股不服输 不怕难的精神 他为了做出冰晶化制作机器 一把岁数了 孩子学计算机 学习各种制图方法 研究各种玻璃性能 甚至连市面上有哪几种胶水 也都知道的一清二楚 谁也没见过这种机器 老郑搞发明也是一穷二白 刚开始 他从传统制作方法里面找灵感 自己拿着刷子一遍遍刷 几个月过去 他都快成了 制作冰晶化的熟练工了 可是机器还不知道 从哪里入手好 老郑是既着急又气恼 家里丢的废玻璃 都快能盖起一座玻璃房了 最终不知放弃的老郑 找到了门道 准确锁定制作成功的关键 那就是玻璃与化之间 不能流有气泡 这比怎么涂云胶水更重要 根据这个思路 老郑的机器 终于在几个月后问世了 郑师傅的机器 主要由压制玻璃的滚轴 以及固化灯箱组成 表合机的滚轴采用电机带动 比人工调节精确多了 移动的宽大灯箱 可以对冰晶化进行分段固化 不再受到画幅限制 这是一块面积将近两平方米 厚度却只有五毫米的玻璃 这么大的薄玻璃 滚轴压力如果不均匀 不合适 很可能压滑 郑师傅可不要铤而走险呢 记者和郑师傅妻子 都忍不住为他捏把汗 可是郑师傅却似乎雄有成竹 这边薄的玻璃还没出炉 那边就主动请应 要着手做厚的玻璃冰晶化 现在的话需要等六分钟 我可以做下部的工作 把厚玻璃和材料拿过来 不能放鞋了 这说话的功夫 薄的玻璃冰晶化就新鲜出炉了 其完美的融合工艺 和鲜艳透亮的画质效果 博得了记者和妻子 毫不吝惜地赞赏 老郑心里暗自得意 他忍不住要亮一亮 机器的新招式 我这个机器 包括玻璃都可以做 但是我还可以做3D效果 老郑所说的3D效果 就是将图像通过专业软件 精确分解成若干分线条后 再将分解后的图像 表合在与之相对的玻璃材质上 利用3D成像原理 实现3D动感画面 老郑本来想给记者露一手 没想到机器在自动化操作上面 虽然有了很大进步 但是对于老郑新增加的这些 3D浮雕工艺效果 却不能完全驾驭 这又是为什么呢 在实现了制作玻璃冰金化 基本功能之后 老郑决定向着更高的 工艺水准迈进 这么多年 老郑不屈不挠地 在发明这条路上折腾 妻子最终也只能和他 站在了同一条战线上 这一次夫妻二人 齐力断金 决心共同克服工艺上的难题 大家分析觉得 一做效果 冰金化就出废品 主要还是程序控制方面有问题 经过几个月 自动冰金化机 又来了个大变身 新机器操作平台更大 并且可以分区工作 制作画幅更自由 新的裱合机滚轴 下面的滚子设计成固定的 上滚轴采用气泵控制 不容易留存气泡 同时 整台机器的自动化程度提高 固化的时间 裱合的时间和力度 都有了精确的控制 这一次 老郑对滚轴的改进非常有效 做出来的玻璃冰金化 不再有气泡 而且他调整了固化灯的控制程序 3D效果也非常完美 终于折服了记者 郑师傅马不停蹄 又给记者展示机器的 另一种工艺效果 它夜里发光 你比如说把这画放在灯网底下 一照射晚上发光了 点灯的时间越长 它这个图案越明显 郑师傅立冰莫马 花费大半年时间 终于让机器脱胎换骨 新机器的五花八门 多工艺效果 也让我们的记者应接不暇 为了鼓励和肯定老郑 记者决定为他组织一场比赛 给他一个证明自己的机会 我们这个UV打印机 能打各种的材质 玻璃还有一些木板 因为我这个机器 就是说是酒精市场考验的 而它这个机器 就是我没有见过 它的UV打印机很多年了 我这个机器肯定出来 效果比它们好 UV打印机是市面上 一种成熟的产品 而老郑的机器刚做出来 虽然说树叶有专攻 可面对这样的强强对决 鹿四水手还未可知啊 也就是上面把玻璃放上去之后 直接在咱们电脑里边载入图片 直接把它放到咱们这个 打图的软件里边 然后直接点打印就可以了 它需要三分钟就行 这个速度有点太快了 老郑不愧是专业做冰晶化机器的 制作冰晶化的速度 首先就给了对手不小的压力 今天UV打印机要想赢得比赛 还是不容易的 虽然打印机也能打印大幅的作品 而且材质的适应性很强 但是时间上的劣势 太明显了 这些 郑师傅色彩比较鲜艳一些 对对对 这速度比较高一 机场快了十分钟 结果应该是郑师傅胜出 比赛结果很明显 郑师傅的机器在速度上和画质上 都胜过了 UV打印机赢得了现场朋友的掌声 郑师傅和他的机器 第一次有了幸福的满足感 恭喜郑师傅的全自动玻璃冰晶画机器 得到了肯定 这一下就解决了玻璃冰晶画中 非常繁琐的问题了 不仅仅效率高 而且效果也非常好 希望我们的郑师傅 他的这个机器 能够将更多唯妙唯笑的艺术品 带到我们的身边 好了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 感谢您的收看 也欢迎您继续关注科教频道 其他精彩节目 我是丁熙 下期节目再见 区分味料 轻松实现 究竟是什么样的发明 能够让人摆脱胃兔的辛苦 这是一场前所未有的竞技 如何让小猪在机器上奔跑 新式脱粉器 摆脱蜜蜂反朝拥堵 见证香甜花粉的收获 敬请收看五爱发明 创新乐不停